嗨,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用冬瓜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美食 首先我们把冬瓜去皮去籽 再把冬瓜切成薄的馅儿 切成丝以后再切成这种小碎丁 切好后放在一个盘中 在里面加入多半勺的食用盐 搅拌均匀 杀一下里面的水分 多准备几颗小葱切碎 再准备一些肉馅儿放在上面 和葱花剁在一起 做好以后放在一个大碗中 在里面少加一点食用盐 来点生抽,老抽,蚝油,味极鲜和花椒粉 搅拌均匀腌一下 下面再把刷好的冬瓜放在一个纱布里面 挤干里面的水分 放入肉馅儿里面 下面我们在盆中加入200克的面粉 里面再打入一颗鸡蛋 搅拌均匀以后再用挤出来的冬瓜水和面 搅拌成絮状 上手揉成面团 揉好后放在一边休息一下 再把刚才挤干的冬瓜和肉馅儿搅拌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面板上撒点干面粉 和好的面取出来多揉搓一会儿 再搓成长条 再分成大小均匀的链剂 撒点干面粉防止粘连 再硬扁 再用擀面杖擀薄 用勺子把做好的馅料舀入里面 像包包子一样把它包起来 这样就可以 平底锅预热刷一层食用油 把做好的小包子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 煎至底面金黄 底面煎至这种金黄色 再加入三分之一的清水 盖上盖子 把水分煎干 像这样把水分煎干 按一下立马回弹 这样就已经熟了 准备一个盘子 想办法把它倒扣过来 哇 非常好吃的水煎包 就这样做好了 味道特别的香 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下面我来尝一下 不错特别的好吃 底部是金黄酥脆的 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尝试一下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想要的视频别忘记点下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